2014年 美国上映了一部叫《夜行者》的电影 讲的是一个叫路易斯的小伙子 以拍摄凶杀案现场的照片卖给电视台卫生 为了能更快地拍到一首照片卖出高价 他逐渐泯灭人性 期待灭案发生 终于走火入魔 亲手制造凶杀现场 走上犯罪的道路 《夜行者》上映之后 引起了很多人对时下新闻业的批判和反思 为了博取流量 吸引眼球 媒体们无底线地追求血腥 进爆 甚至为此捏造新闻 但路易斯应该想不到 博眼球的技法 进化了 在2023年的中国 一种新兴的快餐新闻形式 正在燃燃升起 他操作起来简单快捷 数据量大管保 内容上不含血腥暴力 没有道德报复 已经成了每家媒体的必修客 他们大多分辨率极低 有着浓浓的赛博包姜色彩 格式非常统一 封面上挂着黄底黑字 镂空红字的标语 就像墙头油漆刷上的小广告 他们给他们起了个名 叫新黄色新闻 内容上 他们大多简短而空洞 后面有意义 后面营养 有些甚至时空错乱 颠倒黑白 让你摸不着头脑 这里新闻王傲 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拍摄者都会在视频里 装模作样地说上一句 当时感觉挺神奇的 就拍了下来 然后随手发到了网上 没想到第二天就火了 比如我在短视频平台 看到这么个新闻 女生过安检脱掉长筒靴 很射死 各位不要期待 它还能有什么内容 总共八秒的剧情 标题就已经说完了 过安检脱靴子射死 莫名其妙 再看看这个 女子滑雪失控和男子撞满怀 原来如此简单 但凡滑过雪的都知道 这头发不就是个 在滑雪场里最最常见的 杀不住车造成的滑散 跟缘分有半毛钱关系吗 难道就因为发生事故的是 一男一女 如果这种视频都当新闻发 那滑雪场每天的碰撞事件 真够养活几百家暴蛇 再来看这个 大爷出席站的喋喋不休 口水如喷雾溅溅到菜上 其实就是拍摄者去吃席 旁边的大爷说话时 喷了点口水 多大点事 发布者是在表达什么 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你说他们只是搞笑短视频吧 但一查来源 发现这些新黄色新闻 很多是来自认证过的 带着蓝V标的某某新闻某日报 随便一位都有百万粉丝 你说他们是新闻吧 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 起因过程的新闻六要素 他们又多不符合 他们就像那些贴在人形道上的小广告 不会影响你走路 但时不时低个头 总能看到那么醒目的一张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小广告都是谁贴的 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其实这些新黄色新闻的生产者 就是广大的短视频用户 比如最近丁泰生发了一个 批评李荣浩的视频 立马就有很多媒体号 一窝蜂的发布他的视频切片 并配上耸动的标题 只结局最具争议的几句 不止如此 即使你是个普通人 只要你的视频火了 或是拍到了什么搞笑瞬间 成为被各大媒体号再加工的素材 看看这个叫17岁天才中单的哥们 你就懂了 他昨天刚在抖音上 分享了自己在德国实习的经历 第二天 他就在媒体的加工下摇身一变 成了男生称在德国实习 并截取了最精华的几秒发了出来 从另一位女生的评论区里 你也许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他无意间拍到对面的大爷手机 掉冰窟窿里了 视频发出来火了之后 无数媒体号就会蜂拥而上 转发的转发 剪辑的剪辑 其实所谓的转发 不过是在视频上贴上一排字幕 所谓的采访 也顶多是让当事人对着手机说一句 当时觉得挺有意思 刚好拍下来了 把采访的精力都花在这种搞笑段子上 其实就是一种对媒体资源的浪费 不过吧 虽然这类事情毫无新闻价值和采访价值 但他们起码还是真实发生的 但不知道是这些媒体的素材不够 还是分辨能力太差 他们甚至还会把其他博主们的段子 当成新闻来用 比如这个 男子当街求婚 每个动作都在意料之外 大哥 这明显就是别人拍的无厘头段子 我们在主演主演里 就能看到好几个 他在街上拿着花单膝跪地的视频 以及这个 爸爸帮孩子硬核借除网瘾 偶然刷到好像挺有意思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这不就是健身网红 深职拍的搞笑段子 如果不是网红 谁嫌的没事 跟家人对话还要举个手机 难道人人头上 都有长摄像头的特异功能吗 在纸媒和门户网站时代 也曾有过一个被批判的对象 黄色新闻 它并不是特指那些色情新闻 而是那些靠着夸张 煽动的标题 或者刺激性内容的报道 只以吸引眼球为目的 不提供任何思考和价值的新闻 但是在差平均看来 如今这些眉头眉尾 家长力短的片段 还不如曾经的那些黄色新闻 它在没有价值的同时 甚至连新闻最原始的意义都丢失了 不过 现在新闻行业发展成这样 各种日报带头摆烂 我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曾经有个被各大公司反复念到的词 内容为王 现在已经没人提了 当年几大门户网站 新浪 腾讯 网易 搜狐 凤凰网 在内容上的投入成本 一家比一家狠 新浪曾为了专注 美国的政经体育科技原创报道 在华盛顿 纽约 硅谷等地 都设立了记者站 在跟踪报道上下了很大功夫 腾讯网在03年创立时 立马招揽了在网易和汤姆在线 都担任过内容总监的孙中怀 作为网站总编辑 05到06年 他又从新浪 搜狐 网易 以及各大传统纸媒企业里 大规模的招写纳事 组建起一支400多人的编辑团队 当年大家的思路是他 谁能招揽最牛逼的编辑 搞到最新最深的报道 谁就能留住用户 但这种思路显然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 2013年 新浪门户开始裁员 同年10月 搜狐网总编辑刘春辞职 2014年8月 网易门户总编辑赵银翼辞职 2014年10月 被称为新浪新闻模式的创造者 新浪总编辑陈同辞职 2015年 凤凰网CEO刘爽 在裁员之际发了一封内部信 当中提到这么一句话 以机器人算法 自媒体驱动的内容开发模式 将重新定义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流程 可见 门户网站们已经意识到了两个重点 首先是UGC 让用户生产内容 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强大驻外编辑的新浪体育 被一个没有专业媒体员的虎仆给干下去了 虎仆靠着特约记者 重包翻译 解读国外蓝球资讯 用户生产内容的方式 积累了众多忠实用户 2011年6月 虎仆周访问量超越新浪体育 成为中国访问量最大的体育网站 2013年10月 虎仆用户日均访问量为16次 是新浪体育的5倍 另一个重点是 要根据用户口味去推送新闻 算法才是网道 立足于个性化内容推送的今日头条 就是一个踩着算法螺旋升天的典型例子 到这里 我们再回过头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些年新黄色新闻越来越多了 从门户网站失利这事上 大伙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 内容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 与其招揽众多编辑 倒不如去中心化 让媒体们生产内容 再用算法绑住用户 但算法是魔鬼 当科技巨头打开笼子 谁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短短几年 算法推动人们上网时常翻了几倍几十倍 那些能提供价值的深度新闻 从查资料到采访 从整理资料到成稿 往往需要数周时间 而你在刷牙蹲坑吃饭的时间 就足以刷完那些新闻 那大家其他的上网时间 就需要更多的新闻填补 有算法分发下去 于是这么一套青黄色新闻生产链 就应远而生 每当最新的短视频或者段子出现 整个媒体世界就像被倒入了一大桶肥料 各路纸媒的容媒体先被滋养 收过第一波流量 微博再挑选有争议的视频 遭热搜 潮话题 最后是各大门户网站的公众号 支付账号 直到把这件小事的流量吃干抹净 任务才算完成 由于视频制作者大多是普通人 就导致现在的热搜热榜新闻头条 全都是普通人家里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算法的推荐下 这些容易引发争议的加长里短 往往数据极好 动不动就有几万十几万的点赞 新闻质量无法量化 一路高歌的数据没有回头路 各家都在做 你没法出于你而不然 想想头上压着的KPI 新闻理想还有一个屁用 更悲哀的是 这种趋势恐怕会越演越烈 由于这种新黄字的新闻生产周期极短 制作过程极简单 收益极大 我们可以笃定的说 在未来它完全可以交由AI批量生产 事实上 产品群已经开始怀疑现在的很多新闻 就已经是靠AI爬取自动生成的了 比如前段时间 杭州现行假新闻 就是由ChartGPT生成的 前阵子BuzzFeed宣布用ChartGPT生产内容 结果股价上涨92% 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 宣布接入ChartGPT和百度的文型一眼 结合这种工具生产出来的新闻内容 更能迎合观众的口味 也能为资本带来更低的成本 更大的收益 批量生产无意义新闻 可能是未来新闻的主流趋势 受众也会越闲越深 新闻原本应该是为受众服务的 满足公众口味 制作接地气的新闻 本来无可或非 但是如果为了数据和营收 不做深度报道 甚至干脆放弃对新闻理想的追求 无止尽了银河受众 用垃圾喂饱人们的屏幕和注意力 使其丧失对严肃新闻的阅读能力 畸形其新闻观 其实正是在变相抹杀人们的自信权 这就是一种妥协 这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最后 差别去想用新闻编辑室里 麦克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是时候让媒体回归到 真正重要的东西上了 让偷KP和八卦死亡 让我们对愚蠢的人讲真话 好了 这里是哈比军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最后拜登我的关注项目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差评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